首先我們請到 弘敬堯老師請做獎品 今天這個舒嬅跟仁豪 兩個選了這個歌 都是非常深情的歌曲 那先從舒嬅 我覺得今天 在唱這個歌的時候 好像 有很多的 一些基本功的東西 今天舒嬅不是那麼的穩 舒嬅比較大的問題是在 所以呢 在上面也差一點點 所以呢 整個加起來可能分數 也會差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像這樣的歌曲 其實它是在考驗你的基本功 那有一些東西 如果你一進歌 特別在你的兩邊組歌 它是比較不穩的 我們很明顯地聽得出來 所以到了你副歌的時候 你根基不穩的時候 其實它往上爬的時候 自然就會搖動 這樣子的一種歌型裡面的表現 它其實就很容易 會讓大家聽起來就覺得 好像不是那麼的順暢 在聽歌的這個當中 就會覺得說 有點可惜 謝謝老師 然後人好 我覺得 這首歌好像 但是呢 人好一樣是非常有感情 不過這個歌名來取得還不錯 好像你是 對 可以 你說的 可以是真的嗎 因為我覺得 你唱這樣的歌 其實是非常的到位 但是 就是你在某一些轉音 有一兩個地方 你那個音準是有飄走的 我們常說 有時候唱歌是看細節 然後這些小細節 你不要因為它的不存在 其實這些小細節 才是成就一首歌的 一個最大的原因跟條件 那如果你在轉音的時候 你一 一併有一些音它是會飄的話 其實就會讓我們覺得 你是轉得不順暢的 但是我覺得今天 有一個地方是讓我聽到很不錯 就是你在唱那一種收縮的時候 你那個抖音 唱得很漂亮 在主歌有幾個地方 鄉鄉對對這邊 才能讓你回來我們身邊 這邊有一些的地方 那個細膩度是非常好聽的 你在這些細節上面 其實是處理得越來越好 好不好 再加油 謝謝老師 薛忠銘老師請 除華這個 三拍華爾滋這個歌 其實這種 這樣子類似的這種台語歌 我覺得它有很多細節 是需要注意的 我覺得你今天其實唱歌 當然除了音準是 你今天比較稍微 有點比較尷尬的地方 你很多的這些轉音的轉 應該是說 你有很多的共鳴點 在轉的地方 不是轉得很順 尤其是在進來 這有很多在鼻腔 往叫轉到胸腔共鳴的時候 你有沒有轉下來 所以聽起來 你好像卡在喉嚨這邊 你可能要練習一下 因為這些共鳴點 是唱這些三拍的歌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沒有練好 就會像你剛才那樣 你好像不確定 你在抓什麼樣的音準 這個地方才是你的重點 所以音準要加強之外 這些共鳴的情緒 是你要練習 還有氣的部分 有些許的不足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這幾點的地方好不好 聲音是好聽的 但是要注意這小細節 好嗎 加油 仁豪這個歌應該是這樣說 其實這個後面有轉key 對不對 所以你是為了轉key 所以你後面那個key的地方 才是你要拉起來的情緒 但我覺得你其實A段唱得還不錯 然後轉key的第一次的副歌 我覺得你唱得很好 到後面結束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你抖音用得過用力了 所以你聽起來 你好像是要收 你又推一點力量 把它抖得很用力這樣子 不如放出去 因為你很多地方都是有點 不放出去 就唱了一半 你好像有點想要把它收一下 但是有些力量 其實應該要灑脫一點 唱開 要不然你好是有點 把它撐在那個地方 就聽起來是有點在中間之 好嗎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評審的講評 首先來看李淑華這首歌 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為了實現歌唱夢想 展現了不屈不撓的精神 淑華今天的表現 可以得到幾分 70、80、90 90 停住了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0.2分 接下來陳任豪 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上週控制衛冕者寶座的人豪 今天這首歌曲能否為他扳回一城 得到的分數是 70、80、90 90 小數點是多少 恭喜得到90.8分 謝謝老師 接下來介紹三號參賽者